台北市统计8月24号到9月2号 必须施打第二季AZ的民众约有14万7千人 9月10号至23号必须要打第二季莫德纳的更有26万人 加重40万人 不过中央至今仍未提出施打第二季的具体方案 让长者很焦虑 市长柯文哲就建议回归每个县市当初的预约机制最简单 因为我猜中央在规划唐红的那个网络业系统 应该没有想到第二季他65岁以上怎么处理 所以现在很多长者也是很焦虑 算一算 因为我们当时是6月15号开始打 所以如果就算10个礼拜 其实10个礼拜就是故意拖了 本来是8个礼拜就可以打了 好不好 如果10个礼拜算的话 8月24号理论上85岁的就要开始打 关于这个问题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可以跟中央建议 如果真的 现在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 他有方法 不然就是85岁以上 每个县市都用原来 原先怎么做 现在怎么做 那是最简单的 那如果对台北市来讲的话 反正我们当时有那个网络预约系统 我们有网络预约系统 也有电话 打电话到去工作去预约 如果真的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8月24号马上就要到 我们算一算 从8月24号开始 到9月2号 打AZ的有14万7千人 更可怕是后面 9月10号到9月23号 理论上要打的莫德纳有26万人 这加一加这个就有40万 所以 我猜中央现在还在想 这个要怎么善后 副市长蔡炳坤也补充 第二季疫苗失大 北市府已有确定名单 电话 市府可以直接联络长者接种时间 与地点 提供长者就近接种 不需要离家太远 但重要的是 中央要能授权地方 同一批人回到同一地点接种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